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公 那人的眼神好可怕 一天夜晚 大牛还没回家 铁扇独自一人 无良派人闯入 绑揍他 无良相信凭铁扇的模样一定是颗摇钱树 大牛立马报警 警察陪着他看完模糊的监控录像 悠悠的说 你回家等消息吧 大牛的一切行动都在无良的视线之中 出警局 大牛接到电话 无良威胁 不要再报警 见面会给你想要的东西 可是当大牛到达指定地点 却没看见任何人 只看到一个大箱子 里面装着满满的现金 电话里无良表示 这些是买铁扇的钱 如果再报警 就送他们夫妻两上西天 这是无良的惯用伎俩 一边给受害女子的丈夫一笔钱 一边威胁他们 从而成功贩卖许多女性 而很多受害者的老公也都没有报警 所以无良操作起来新车熟路 只是这次无良得栽跟头了 大牛曾经是黑帮中的超级打手 干架那是相当牛逼 后来为了和铁扇安稳度日 金棚洗手 金钱诚可贵 铁扇价更高 谁爱铁扇的大牛 只求铁扇平安回到身边 钱算什么 大牛无事无良的威胁 直接将钱交给警察 并报告罪行案件 而警察却装出一脸无奈 很难办啊很难办 大牛紧锁眉头 人民公仆靠不住 看来只能靠自己就回老婆 调查行动前得先有钱 大牛找到欠货款的老板 让他还钱 对方却理直气壮地说 也不给钱怎么啦 对于这种无耻的人 存心找不自在 大牛挥起拳头干过去 用拳头拿回欠款 大牛在豪右小红帽的带领下 找到侦探花哥帮忙调查 没两下就找到犯罪嫌疑人的车牌 然后假冒政府人员去车管所 查出车主信息 顺着线索 大牛和小红帽前往黑市 黑市也是道上的人 老板娘一听大牛的来意 就让手下修理他们 没想到这些小罗罗 完全不是大牛的对手 迫于局势 老板娘只好将所知道的坦白 只要说了那么多 老板娘只知道一个会所地址 并给了张名片 大牛按照地址找到会所 果然看到熟悉的车辆 这辆车正是铁扇被绑当天 阻止她回家的车辆 可是警觉的车主发现大牛成功逃脱 眼前唯一的线索断掉 导演关上一扇门 必然开启一扇窗 警方找到一名和铁扇 相同案件的受害女性尸体 大牛找到受害者的丈夫 丈夫哭得稀里哗啦极度悔恨 曾经证明受害女被绑 她的丈夫拿到一笔钱 受到威胁没有报警 当大牛要离开时 受害者丈夫将所收集的资料送给大牛 大牛从资料中发现一张名片 和这位男人给她的名片一样 也许那人就是凶手 大牛根据资料找到一人下男 当然下男死都不承认自己是绑架犯 大牛便将他拖回去慢慢审 而这一切都被无良监控得知 无良直接打视频电话 以铁扇的性命 威胁大牛杀死无用的下男 大牛只能照做 无良要求大牛用当初的钱赎回铁扇 但其实无良之意不在前 而是想杀死这对夫妻 另一边下男也并没死 只是用江湖计量梦晕 眼前那笔钱在警局 究竟该如何拿回 花哥再次装扮成政府人员混进警局 可是拿到那包钱时却露线 幸好大牛在警局附近引爆汽车 制造混乱 一行人才得以脱身并顺利拿到钱 另一边铁扇被关注 却发现窗户有漏洞 于是和小姐妹设法逃脱 中途搭乘地势 可是却在距离警局的最后一公里被无良阻拦 同时大牛大闹无良大本营 横扫窝点将所有的人口贩子全都打趴 可找遍边边角角 也没找到铁扇的身影 最后看到房间里被掰开的窗户 知道铁扇逃出去了 便开车去找 而此时警察也赶来将人口贩子抓走 刚搭到门口 大牛就回头的无良抓个正着 两人女追我赶大赛车技 最后在一个路口两车厢撞报废 先醒来的无良拿起斧头就去砍大牛的车 砍到筋疲力尽 也没伤到大牛一根豪帽 倒是一不留神被大牛捞进车里暴揍 从车内打到车外 最佳烧包奖送给无良 最后大牛跑去无良车内救铁扇 夫妻俩紧紧相拥 警车气笛声响起 大牛就息事件被新闻报道 警察因此得以破获全国最大人口贩卖案件 大牛虽然闯祸 但功大于过 之后大牛生意兴隆 夫妻俩过上了幸福小康的生活 天使般的面容总能拯救沉沦的灵魂 黑暗的罪恶却总是轻时纯粮的平凡 当今前二人成为了选择 当抛弃和等待成为了常态 那个曾经堕入黑暗的邪身 他会踩着七彩祥云来娶你 谁愿坐禅游堕落 弑君推佛向修罗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喜欢浪浪姐的小伙伴